黄秋燕一生只在影视圈留下寥寥树笔 参演的电影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按理说这么黯淡的心印早该被人遗忘 可他经常被大众媒体提起 没别的原因 黄秋燕的前夫是李连杰 2015年少林小子剧组重剧 所有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吃饭玩乐 回忆过往 这时有人高深提议 来来来 大家这么多年没见了 不如我们拍个照片 也留个念想 提议一出 众人纷纷附和 在选好拍照地后 大家纷纷各自找到未知站好 作为男主角的李连杰 当然不让地站到了C位 而女主角 也就是李连杰的前妻黄秋燕 确实微微一笑 默默地在最边上的位置站好 二人隔了足有两米远 曾经的金童玉女 到现在的李茂书院 她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们二人现在过得又如何了呢 20世纪60年代末 因为家庭原因 黄秋燕没能像父辈期望的那样 继承舞蹈事业 而是被父亲黄伯寿送入北京石叉海体校 进行武术学习 在那里 她遇到了自己感情上的结 小师弟李连杰 1971年 李连杰进入北京石叉海体校 同样进入武术班进行训练 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 家里又遭变故的李连杰 家里并不富裕 平时除了埋头训练 就是给家里省吃俭用的攒钱 就连衣服上都有不少补定 更别提穿新衣服了 很快 这个埋头训练又勤俭的师弟 引起了黄秋燕的注意 热心的黄秋燕决定帮她一把 于是 每次黄秋燕带着好朋友到家里玩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有李连杰的身影 不仅如此 她还经常买东西去家里 看望李连杰和她的母亲 从精神和物质上全方面的帮助她 时间长了 黄秋燕和李连杰相处的越来越多 李连杰不仅肯用功 知道补贴家里 人的脾气性格也都还不错 黄秋燕忍不住 对李连杰渐渐伸出了情愫 同样李连杰对自己的世界 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 自然而然 两人也悄悄开始了恋爱 可是 谈了恋爱的人 怎么会和平时的状态一样 黄秋燕的父母 看着自己女儿的行为变化 又怎么会没有一点猜测呢 一天 黄博社夫妻两个 背着女儿悄悄在屋里商量 诶 老黄 你说咱女儿是不是谈对象了 我看她最近很不对劲啊 这又是和那个小伙子一起出去玩 又是给人家家里送礼物的 我看像 怕是咱家女儿有了对象 就瞒着咱俩呢 啊 那可怎么办呢 现在谈对象是不是早了点 咱总不能什么也不问 也不管吧 别急 先问问再说 说不定不是咱俩想的那样呢 打定主意后 黄博社夫妻两个把女儿叫到跟前 直接询问女儿是不是和李连杰在谈恋爱 可却遭到黄秋燕的矢口否认 她始终坚持自己并没有谈恋爱 只是看这个势地家里不容易 所以单纯想帮助她而已 还好 李连杰本人也非常争气 她没有向生活屈服 而是选择努力训练 并且蝉联全运会冠军 成为五英级运动员 可惜 李连杰并没有在职业运动员的路上 一直走下去 她在1979年 殷商退出武术界 转型成为了一名演员 得知消息 曾经看过李连杰比赛的导演张星妍 向她抛出橄榄枝 邀请她拍摄电影《少林寺》 电影大获成功 在那个电影票一毛一张的年代 创下了票房过亿的神话 李连杰也因此一战成名 可是 随着时间渐长 李连杰开始感觉到 自己和师姐之间的感情 似乎缺少了些什么 她开始反思 他们之间真的是爱情吗 应该是爱的吧 可自己的感觉是不是大过了爱情 左思右想之后 李连杰决定和黄秋燕分手 可是又不能直接分手 这样对师姐太残忍了 自己得想个办法 而且刚刚出名就抛弃 你有的消息一旦传出 对她的星图也是不利的 她决定把师姐也带入影视行业 本城当红明星 情感 事业 总得让师姐得到一样 1982年 张欣妍打算拍摄《少林小子》 可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女主角 得知消息 李连杰就推荐了黄秋燕 和她一起出演 并且在之后 又和黄秋燕合作演出了《南北少林》 拿下了不错的成绩 终于 黄秋燕也开始进入 著名动作影星的行列 可到最后 李连杰却没能如愿分手 和黄秋燕的关系 反而更近了一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李连杰本想着 拍了这两部电影之后 就和师姐分手 可是因为两人的默契 和过往交集 让大家总是对她和师姐的事情 非常感兴趣 就总是想来打听 满足一下自己的八卦心理 面对这种情况 李连杰也感觉很尴尬 而且还有点不知所措 其实 当一个人在乎另一个人时 对于对方的心思想法 总是会有非常敏锐的感觉 试想 真心想和另一个人在一起的话 又怎么会因为朋友的探听 而不知所措呢 对于李连杰 关于怎么和师姐分手 但是又不能伤害师姐的苦恼 时间长了 黄秋燕其实也有了一些感觉 可是她并没有明说 对李连杰也还是一如既往的照顾 每当李连杰有机会开口的时候 就总会想到两人相处的点滴 和师姐无微不至的关怀 看着黄秋燕温柔的脸庞 她也总是开不了口 所以事情也就一直拖着 到了后来李连杰看到师姐 一直对自己默默的付出 心里也不是不感动 而且她也没有遇到那个 让自己为之疯狂心动的人 钱粹别分手了 结婚吧 李连杰如是想到 于是 在1987年 相识将近20年的李连杰 和黄秋燕喜结莲礼 婚后 他们移居美国 还剩下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如果能一直这样走下去 二人倒也算是成就了一段佳话 只可惜 顺与愿违 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在1990年画上了句号 1989年 在香港拍摄《龙在天涯》时 李连杰沦陷了 她遇到了那个让她为之疯狂的女子 励志 和励志的相处 让李连杰感受到了那种 可以抛弃一切 血管里都在沸腾的疯狂 她感受到 对励志 自己可以付出一切 名利 地位 什么都不重要 能和励志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 李连杰觉得 自己甚至可以为了励志去死 而和师姐在一起 自己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原来自己竟然不懂爱 可是 要和励志在一起 自己就得和师姐离婚 他们还有两个女儿 可是不和励志在一起 自己绝对会后悔终生 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 李连杰还是决定追求真爱 她终于拨通了黄小燕的电话 嘟嘟嘟 等待电话被接起的过程 无疑是煎熬的 李连杰无意中攥紧了手 当电话接通时 为了不给自己后悔的机会 李连杰立马开口说道 我们离婚吧 我和你在一起并不快乐 话音落下 李连杰静静地等待着 那边来自黄秋燕的愤怒质问 可出乎意料 黄秋燕很平静 两人保持了好一会儿的静默 片刻后 电话那端传来黄秋燕 略带哽咽的声音 好 我同意 其实哪能不愤怒 哪能不痛苦呢 黄秋燕只是更明白 强扭的瓜不甜 对方的心不在自己身上了 如果还强硬着不肯分开的话 那最后也只能把二人 这么多年的情谊 磨得浅浅浸浸浸 这是她更不愿意看见的 虽然二人最后走到了 离婚的地步 可毕竟不是你死我活的地步 大家还可以做朋友 随后 他们二人就孩子抚养 以及财产的问题达成一致 孩子由李连杰抚养 李连杰在美国的财产 归黄秋燕所有 离婚之后 黄秋燕虽然拿到了李连杰的财产 可是房子还有贷款要还 她手里的钱也不多 总不能等着山穷水晋的那一天的到来 于是 黄秋燕开始了找工作的道路 在朋友郑明明的帮助下 黄秋燕到了香港学习美容技术 学习之后 黄秋燕到了这明明的美容院里 当了一个普通的美容师 这一做就是十年 因为她的敬业再加上不错的手艺 也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后来 她转行在三番市 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日子过得也算安稳 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 但也可以说是小富即安 黄秋燕对自己的生活也已经知足 在这段奋斗的日子里 黄秋燕也遇到了自己的第二段感情 对方姓王 就在她的理发店隔壁 开着一家餐馆 黄秋燕平时工作忙起来 也顾不上自己做饭 就经常去她的店里吃饭 这样 两人成了朋友 平时倒也能聊伤两句 后来 黄先生与妻子离婚 财产全部留给前妻 离婚后 黄先生开始追求黄秋燕 可因为之前的经历 黄秋燕对于感情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她并没有直接答应黄先生的追求 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打动了黄秋燕 原来 黄先生的前妻 不幸患上癌症 不久于人世 深思熟虑之后 黄先生决定回到前妻身边 照料她 陪她走过了最后一程 这件事情让黄秋燕觉得 黄先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于是决定答应和她在一起 恋爱两年之后 两人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日子过得也是平淡温馨 离婚这么多年 黄秋燕也没再和李连杰见面 她开始忙碌自己的事业 开启新的恋情 对于自己过去的那段婚姻 也开始慢慢放下 做不成夫妻的二人 倒也还是不错的朋友 黄秋燕再婚的时候 李连杰怀疑女儿的名义 送了她一辆车作为新婚礼物 黄秋燕的父母对于女儿再婚 也是持赞成意见 还觉得很欣慰 毕竟女儿在情感上 终于开始了新的生活 时间到了2015年 少林小子剧组重聚 离婚多年的黄秋燕和李连杰 才再次见面 彼时的他们是一对金童玉女 而再见的他们 却再没有了当年的亲密 有的只是相视一笑 点头示意 以及那张礼貌疏远的合照 现在的黄秋燕 有了自己的新家 李连杰也如愿和励志在一起 对于他们二人来说 现在的放下彼此 做熟悉的陌生人 或许已经就是最好的状态